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看起來中國的疫情還在繼續的肆虐 雖然國家健康衛生委員會 他們公佈的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是在逐漸的減小 但是大家注意到沒有有一個現象 就是自從中共下令復工之後 因為復工而引起的群聚性的感染 現在案例是越來越多 網上公佈出來的都已經有十幾例了 其中有一例,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在北京發生的一個群聚感染 在24號的時候,北京就確診了一個病人 是某一個機構的清潔工 後來就對他工作的地方進行了 其他人員進行檢測,結果就發現有10個確診的病例 還有170多人疑似病例需要隔離 那麼這個機構的地址就被北京衛健委公佈出來了 說是北京徵官安徵街道玉民路甲商號 那有些網友一看見這個地址就覺得似曾相識 就去查了一下,結果一查就有意思了 查出來它居然是中國網信辦下屬的一個重要機構 叫做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這是個什麼機構呢 這是維護控制長城防火牆的一個機構 所以這一下網友就特別高興 有很多網友就在底下留言 其中有一個我記得說,雖然這麼做是有點不厚道 但是我今天還是忍不住感覺到高興 我跟他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因為長城防火牆過去已經做了很多的惡 屏蔽了中國人應該得到的很多的信息 所以在這次疫情當中,他也要為這個疫情的 這個迅速的發展、擴展要負起很大的責任的 如果中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接受 全世界各國的這些信息 那可能我們早就得到了預警了 可能這個疫情就不會落到現在這麼大的規模 所以說大家高興是有道理的,這是一個小插曲 那現在復工的規模只有20%到30% 都已經引發了這麼多群聚感染 如果復工達到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甚至百分之百 大家想一想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那最後肯定會引起第二波的疫情的大爆發 所以說中國的這個疫情現在還遠遠沒有完結 大家還要繼續加以小心,要繼續加強自我防護 那現在全世界已經不可阻擋的要大爆發了 韓國昨天確診的人數是500多例 已經總數達到2000多了 意大利還有伊朗也在繼續惡化 還有一些新的國家現在已經被波及了 像什麼冰島、芬蘭、挪威、丹麥、還有新西蘭 還有南美洲的巴西都已經出現了確診的病例了 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場世界大戰了 全世界的人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為自己的生命要戰鬥了 在此時此刻,習近平當局他們也在進行一場大戰 這場大戰當然抗疫是其中的一部分 抗擊疫情是一部分,但是這不是主要的部分 對他們來講這個疫情發展到多大 最後死多少人如果不是影響政權的安全 他們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前兩天中共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在這個公安部系統的一個講話裡面就說了 現在的重點還是保衛政治安全 也就是說要保衛政權,不垮掉 現在這個是他們的重點,那它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有兩場戰役,那這兩場戰役 他們是只能贏不能輸的,一輸他們就完蛋了 那麼第一個重要的戰役就是病毒的起源之戰 這是一場對外戰爭,戰爭的一方是中共 另外一方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主要是那些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 因為這些國家現在都在懷疑 這個病毒是不是中共製造出來的 不管他們是製造出來作為生化戰績 所以然後故意釋放的還是因為不小心疏忽 而泄露的造成了這場災難 不論它是怎麼樣,美國還西方國家 他們就是想知道,知道了這個起源之後 如果是確定了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那麼中共也就完蛋了 那西方國家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來對付中共 他們完全沒有可能能夠生存下去 那中共現在當然知道這個後果嚴重 所以也是在拼死抵擋 怎麼抵擋呢?首先是不讓美國 不讓西方國家的這些科學家進來調查 在一月初的時候,美國知道中國爆發疫情了 就要求派出專家組到武漢去進行協助防疫 說是這麼說,但是中共知道他們一來 就肯定要進行一些調查工作 所以堅決不讓他們來,不僅美國不讓來 西方的其他國家的也不讓來 那世衛組織他們是有權力進入中國的 因為任何國家只要發生了疫情 他們都必須得進入的 中國它沒有辦法,中共它沒有辦法阻攔他們進來 但是好在中共在好多年以前就開始滲透 現在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 那就是習近平的馬仔 所以放他們進來,這個風險不大 那即使是如此,還是不讓他們去到武漢 而武漢是整個瘟疫的發源地 那你不到武漢當然就找不到起源 找不到源頭,所以說他們來了也是白來 那一方面是抵擋,另外一方面他也有進攻的動作 就是前兩天中共王牌的病毒專家 防疫專家鍾南山院士又發話了 在一個會議上面他講 說雖然這一次疫情最初發現的地方是在武漢 但是病毒的起源並不見得就在武漢 那也就是在暗示說這有可能是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是你們製造出來的病毒 然後來危害我們中國人的 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這些人聽起來 這當然是非常可笑的了 但是中共還是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覺得我只要不讓你來 你就掌握不了我這個製造病毒的確確的證據 那麼你們掌握不了證據,我就可以倒打一耙 我就可以反手圍攻 而且我進攻你們的時候 你們就要自己出來證明 那麼你們出來證明你們自己沒有製造病毒的時候 那麼你們對我的壓力也就減小了 這是中國的後黑學的精髓,中共都學到了 那麼最後到底結論如何 現在還不知道美國還有其他西方國家的這些科學家 都在不進入現場調查的情況下 想用這個科學的辦法來論證這個病毒是人工製造的 那麼另外一場戰役就是責任之戰 就是誰應當為延誤疫情導致疫情擴大 要負責任,這是一場內戰 只有在中共體制內各個派系之間 各個層級的政府之間 只能在他們之間決出一個勝負 那對於習近平當局來講 這也是生死攸關的一場戰爭 如果最後確定了習近平他的這個領導班子 要負主要責任的話 那麼他們也就不能夠維持政權了 那麼他一定會被趕下台 那現在這個戰役已經打了兩個回合了 第一個回合就是湖北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先開的一炮 他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的時候 就把這個責任就推給中央了 他說早在12月底 湖北武漢就已經向中央匯報了疫情的情況了 最後這個決策權是在中央 延誤一行的責任是在中央 那後來習近平他也做出了反擊了 就是把湖北的兩個主要的領導人 一個是省委書記一個是武漢的市委書記 把他們都撤職了 但是周先旺還留在這個原來的職位上面 現在還在進行這個防疫的工作 雖然不是湖北的主要領導了 但是他是沒有被撤職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周先旺他是湖北土生土長的幹部 是從基層一直往上爬上去的 是在湖北官場人脈是很深厚的 如果把他拿下了 整個湖北官場可能會引起 對於習近平中央的極大的抵觸情緒 對於整個湖北的防疫的工作 可能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如果湖北整個官場集體造反的話 那麼習近平會很難辦 第二個可能性呢 原因就是周先旺背後 應當也得到了中央其他的派系的支持 那麼有了那些人的支持 周先旺才敢到中央電視台去甩鍋 他自己一個人他是沒有這麼大膽子的 他也是不可能得到這種安排的 所以說現在周先旺還在這個位置上面 湖北的官場絕大多數人還留在原來的位置上面 那也就是說明了習近平這個甩鍋的動作 這個推卸責任的這個戰役第一回合 還沒有完全打勝 最多最多算是打了一個平手 第二個回合現在也已經開始了 就是在2月26號中國有個網站叫做財新網上面 刊登了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直接講的就是 誰應當為這次這個疫情擴大 為隱瞞疫情負責任 他是這麼說的,他是說在去年的12月24號 武漢市中心醫院就把一個病患的樣本送到了 深圳的一家檢測機構叫做維園基因檢測公司 把他送到了這個公司去檢測 那麼到了12月27號三天之後結果就出來了 這家公司檢測的這個結果 確定的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湖北的衛健委就得到了結果 得到結果之後在1月1號 就跟深圳的那一家公司的這個頭目跟他們打電話 告訴他們說你們今後不能夠再接受 湖北的類似的這種樣本來進行檢測了 而且我們送給你的樣本你要把它銷毀 而且你們現在所檢測出來的這個結果 這些數據你們不能夠發表論文 你們不能夠向外界公佈要嚴格保密 這也就是說湖北的衛健委還有疾控中心 你們都要為這一次的隱瞞疫情要負責 最先隱瞞疫情的就是你們 當然大家也知道湖北衛健委 他們在得到了這些檢測結果之後 他自己是不會留在湖北的 他一定會往上報報到中央 那麼報到中央之後財新網又說了 他是中科院接到這些東西之後 就把它下放到武漢的P4實驗室 讓他們再去進行檢測 同時國家衛健委的這個辦公廳 在1月3號的時候又發布了一個文件 文件是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治工作中 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的管理工作的通知 這個文件就規定未經批准 我們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 及其相關的訊息 就是說所有的全國的這些科研檢測機構 你們都不能夠發布這些信息 那也就是說財新網認為 國家衛健委也要對隱瞞疫情負相當大的責任 那根據財新網的報導 武漢P4實驗室他們在12月30號 拿到了這個樣本之後就進行基因測序 那麼結果他們這次花的時間就非常長 一直測到了1月11號才得到了這個基因序列組 然後才公佈 那這個就距離第一次得到這個基因序列 12月27號已經有15天的時間了 然後財新網就說這15天發生了多少改變人命運的大事 也就是說明呢 也就是想指責說是這個武漢P4實驗室 是你們耽誤了事情 你們把這個防疫的最佳的時間給耽誤了 所以這一篇報導就指責了 這個湖北衛健委疾控中心 還有中國的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 還有武漢的P4實驗室還有中國科學院 你們這些機構都是要為這一次的疫情被隱瞞 被耽誤要負責任的 所有的這些機構這麼多機構都要負責任 那只有一個人根據財新網的報導 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就是我們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整個防疫工作的習總 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這明顯的就是在為習近平洗地嘛 很多人現在都把習近平比作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 崇禎在他走上眉山上吊之前說過一句名言 他說正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就是說所有的責任都是我手下的那些人 他們幹了壞事,我沒有任何責任 習近平他本人也是這麼一個心態 也是想說這句話的 但是他自己可能自己說不好意思 其實就由財新網來代他發言了 所有的責任都是湖北的 甚至是這個中央的這些機構 你們應當負責的 我習近平本人不應當負任何的責任 那麼這個財新網跟習近平洗地 洗得這麼勤、洗得這麼賣力氣 到底它是什麼背景呢? 財新網的裡面有一個核心人物叫做胡舒立 是一個中國媒體界的傳奇人物 他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好像是財經雜誌的總編還是編記 那時候他就發表過一篇很重要的報導 是揭露山東魯能弊案 就是揭露國家副主席 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 和他的幾個合夥人 低價的購買了山東的一家優質企業叫做魯能 然後再把他高價的賣出去 賺取了一大筆的幾十億的利潤 這個弊案揭露出來之後 這個胡舒立當然會受到各方面的壓力 壓力很大 他不得不離開財經雜誌出走 但是他並沒有受到人生迫害 出走了之後反而成就了他的事業的另一個高峰 他出走之後就得到了某一個神秘的機構的 四千萬元的資金 資助他創立一個新的雜誌叫做財新雜誌 同時也創立財新網 就是現在我們看見的這個財新網 那麼他這個創立財新網之後 又陸續的揭露了很多中國體制內的一些黑幕 其中就包括2015年他揭露原公安部副部長馬劍和郭文貴 互相勾結搶取豪奪的這個事情 郭文貴對他恨得要死 郭文貴後來爆料之後用了很大的篇幅 去攻擊這個胡舒立的下山路 說他跟某某同居、跟某某墮胎不堪入幕 當然那些話大家是不用相信的 因為胡舒立他的年紀現在已經是60好幾了 那個時候可能有50好幾 你說他跟人家搞搞婚外情這是有可能 但是說他墮胎那就是天方夜談 那個年紀的人真是想墮胎還墮不到的 還沒有這個能力呢 所以說這些不可信 胡舒立他到底是什麼人在支持他 能夠讓他能夠頂得住曾慶紅這麼大的壓力 說明他這個後台相當不簡單 現在胡舒立他在這個民間 在這個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裡面 聲望相當高 很多人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感言的媒體人 是媒體人的典範 大家千萬不要這麼天真了 在中國不乏感言的這個媒體人 但是這些媒體人他肯定會收到相當程度的打壓 輕則就是讓你閉嘴封口 比如說像崔永元、像這個財進 這個名氣夠大的了嘛 他們也只是講了一些跟中共體制 沒有直接衝突的一些話題 比如說像霧霾、像這個轉基因食品 現在都已經被封口了 財進自從他拍了那個窮頂之下那個片子之後 片子被很快下架了 而且他本人已經到現在三年多了 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被封口了 這是輕的,重的那就是要被抓去就要坐牢 你看前幾天武漢有一個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李華澤到武漢自己去採訪 也並沒有說任何對中共不滿的話 但是呢都被抓了,現在還人還關著呢 所以說在中國敢言的人是有 但是呢如果是你敢言肯定會吃虧 那麼那些敢言而且還沒有吃虧的 那是什麼情況呢? 那就是說明他們背後有後台嘛 他們所謂的敢言並不是真正的敢言 而是幫別人代言 那這種後台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整個中共體制的後台 那麼有這種後台的人呢 一般都會表現出來一個特徵 就是小罵大幫忙 我說一些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面呢 我好像是持一個批評的態度,批評這個體制 但是呢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我是維護體制的,小罵大幫忙 這樣就能夠贏得很多很多對於體制不滿的人的支持 而且通過他們的小罵呢,大家也宣洩了情緒 這是中共所需要的 這是中共的這個內宣和外宣的一部分 一個常規的操作手法 那還有一種情況呢就是這個敢言者 他背後打個引號的敢言者 他背後的後台是中共的某一個派系 那麼如果是這種特徵的人呢 一般他又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他喜歡揭露中共裡面的 某一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黑幕 那為什麼要揭露呢 這是服務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啊 比如說張三派要打倒李氏派 那麼他就要把李氏派的那些醜事 壞事要把他給揭露出來,然後才能打倒他嘛 所以說這些敢言者,像胡舒立這樣的敢言者 就應當是屬於後一個總類的敢言者 就是由中共內部某一個派系所支持的 不是所有派系都支持的 而是某一個派系支持的這種媒體、這種新聞人 那麼胡舒立他過去的這個後台 直接的後台是王岐山 當然王岐山那個時候在2009年一直到後來 2018年之前跟習近平都是穿一條褲子的 兩個人是鐵桿的盟友 那後來王岐山被排擠出局了 那在這次抗疫防疫這個工作當中 他是完全完全靠邊站了 那也就是說明現在胡舒立還在為習近平拼命的洗地 為習近平賣命 那就說明了習近平已經把王岐山的舊部 已經全部都接管過來了 這個胡舒立、財新王現在是習近平的人 所以說他現在是奉旨打人 奉旨打武漢的、奉旨打這個國家衛健委、中科院 是打這些人要為習近平推卸責任 聖上指哪兒他就打哪兒 聖上要他咬誰他就咬誰 那現在習近平還在搞另外一個大動作 就是準備出版一本書叫做大國戰役、疫情的役 是大概有十萬來字由中宣部還有國務院 還有其他一些出版機構 大家聯合緊急編輯出版的這麼一本書 這本書不僅僅是有中文版 而且還要出英文的、法文的、西班牙文的、俄文的 還有阿拉伯語的這些版本 這本書就是要給習近平唱戰歌的 對習近平極盡鱷魚奉承之能事的這麼一本書 是相當噁心的,這本書裡面透露出來一些信息 說是習近平有大國領袖的唯名情懷 有戰略遠見和卓越的領導力,那是抗議英雄 也就是說習近平現在覺得光是擺脫責任還不夠 還要說自己已經建立了蓋世奇功 已經有相當大的功績了,非常的無恥 這些動作做出來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告訴大家肯定沒用啊 現在這個消息一出來已經讓全國的網民炸鍋了 大家都說怎麼會有這麼不要臉的人呢? 你商事當作喜事辦也就算了 但是現在人家商事這個人還沒有斷氣呢? 棺材還沒有蓋上呢?你就開始發喜糖了 是不是太急迫了,是不是太不要臉了? 所以說現在在國內這種輿論極其封閉的情況下 都已經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這種反效果 那如果是在全世界用這麼多語言去發行了 那不是讓全世界看笑話嗎? 那其他國家的那些人,你們不會被他這個就噁心死了嗎? 大家不會就一致的起來聲討他嗎? 所以說只能起到反效果 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們也是認為會起到反效果 那因此他們就進一步的推論 說這是不是這個王滬寧和中宣部的黃昆明呢? 他們在使用這個高級黑的手段呢? 是不是在挖苦諷刺他呢?我覺得這個觀點不對 因為按照習近平他這一屆領導班子 他這個特點,在這個班子裡面只能有一個人講話 其他的人不能夠出主意,只能當硬生蟲 他講什麼,那你們大家去照辦就好了 而習近平這個人他的判斷力,政治判斷力又奇差 自己又特別的一直想自我表現 把自己要裝扮成為一個千古民軍 所以說才會搞出這種動作 其他的人雖然心裡面知道這種動作是有反效果的 但是也不敢反對,你一反對就是政治不正確 就是不圍繞核心,就是不忠誠 其他人不敢反對,就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了 才有這樣荒唐的舉動 那財新網上面發表那篇文章之後不久 當天晚上文章就被勒令刪除了,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也就是說明習近平現在在整個中共體制內 他還是沒有能夠真正的定於一尊的 他當然是權力最大的那一個 但是他還沒有實現對於其他派系的完全的掌控 所以說當財新網這一個好像看起來是民間媒體的 這麼一個網站發表了這篇文章之後 那麼其他的那些派系他還是有機會介入 強力的介入,勒令你刪除的 那習近平在這種強大的壓力面前,他也不能夠去力保 也就是說明現在中共內部其他的派系力量還相當大 他們還會和習近平繼續的進行了角力 最後誰勝誰負現在還不知道 能夠確定的是這個回合習近平又沒有打贏 還是最多最多算是打了一個平手 那麼習近平今後還會繼續兩面作戰 對內是要對這些黨內的派系要繼續的推卸責任 第二對外就是面對世界質疑的時候要繼續抵黨 這兩個方面最後到底能不能夠成功 我覺得勝算不大,這兩個方面最後我覺得都是勝算不大 一旦失敗,他這個政權就有滅頂之災 我估計怎麼著到今年的下半年都會出一個結果 這兩個戰役都會出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大概率是對於習近平不利的 所以說現在中國民間的朋友大家都準備好 這一次大家都做好自己的防護工作 不過等到今年下半年大家要生龍活虎的 動員其組織其民眾走上街頭 無論中共他們最後內鬥成什麼樣的情況 哪一派勝哪一派富,我們都要走上街頭 只有走上街頭把民間的力量展示出來 把民間的新興的政治勢力做大做強 中國才有走向民主的希望 好,那今天我就先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按訂閱並按旁邊的小鈴鐺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在我的視頻下面點個讚 非常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